5月13日至15日是暗黑破坏神星做伺服器压力测试的日子 对暗黑破坏神系列有兴趣的玩家都能在各大游戏平台取得游戏来试玩 此次选择德鲁伊作为拓荒的角色 德鲁伊除了掌握自然魔法之外 还掌握了变形技能 可变形为狼人或者雄人来消灭恶魔 自然魔法包括大地、狂风与风暴的力量之外 还能召唤野生动物与其并肩作战 玩家可以在第一章的碎峰岭区域进行探索 最高等级限制为20级 达成之后就不再会获得技能点数 传奇物品的掉落率会调整与正式推出的版本相同 在游玩的时候确实比上次杯的测试还要难掉落 除了传奇物品掉落物的调整之外 还有之前杯的回顾的调整与更正 德鲁伊部分的改变有 大幅提高战宠技能造成的伤害 缩短所有绝招技能的冷却时间 让垂直和粉碎变得更加实用 使用变形系以外的技能 会使德鲁伊变回人类形态 在北尔版收到的回应中 玩家反应在德尘经常在走回头路 故官方改善了数个地城的格局 减少走回头路的情形 而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德尘 白霜之末就是更动的德尘之一 此次德尘所做的改变有 生成事件的几率从10%提高到60% 为了减少走回头路的情形 落杀的怪物会主动朝玩家靠近 让击杀所有怪物的目标更容易完成 收集憎恨时 玩家和附近的门友将会 获得10点人物能量 使所有作用中的冷却时间缩短1秒 灌注憎恨的引导时间从3秒缩短成0秒 解救目标的时间从3秒缩短成1.5秒 成功解救目标时 目标都会掉落生命药水 搬运古代雕像 写石 机关盒或石雕石 玩家会获得移动加成 使自身和附近门友的移动速度提高25% 机座的引导时间缩短成0秒 将搬运物品成功送回机座后 使附近所有玩家的生命力 人物能量和药水恢复全满 且立刻完成技能冷却 开门后 小地图上会显示对应的标记 以上就是今天要简单介绍 关于暗黑破坏神似伺服器压力测试的内容 对暗黑破坏神有兴趣的玩家 可以把握此次上市前的压力测试来试玩 当然别忘记点选影片右下角订阅频道 谢谢 谢谢 还没准备了 不准备 好 打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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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准备了 我还没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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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准备好